掌厨 制成蛋液 酸菜切成碎 待用 洗净的萝卜干切成丁 待用 洗净的大葱切成碎 待用 热锅注入芝麻油烧热 放入酸菜碎 萝卜干丁 翻炒均匀 倒入糙米饭 蛋液 翻炒至金黄色 制作知道 腌制好的酸菜含有很高的盐分 所以制作此菜时也可以不放盐 放入生抽 胡椒粉 翻炒入味 放入大葱碎 熟白芝麻 翻炒均匀 关火 关火 将炒好的食材 盛出 装盘即可 看视频 学做菜 欢迎订阅 掌厨 感谢 感谢你的点赞 评论 留言 与分享 下 下